我发现我弟早恋了 于是偷偷告诉继母 继母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你第十八了 不叫早恋 你嫉妒他不说 还来告状 自己没人喜欢就要拆散别人 我可真瞧不起你 从今天开始 我要支持他谈恋爱 气死你 我顺从地闭上了嘴 你支持吧 我弟喜欢的是 隔壁女58岁的老闺蜜 他编大一红性 继母不喜欢我 他说我和我妈都是汉人精 从小到大 我都在讨她换心 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这一次 我十打九稳 我发现同父异母的弟弟姜峰早恋了 并且他的追求对象 是继母的老闺蜜 隔壁红性大姨 红性大姨比继母大五岁 今年已经58岁了 大姨身材特别好 前吐后翘 而且从来不吝啬展示自己 他喜欢穿彩色的紧身喇叭裤 高跟鞋 紧身金丝绒彩色上衣 再搭配一件 哪丝半透明的短外套 整个人从后面看起来 摇曳生姿 像急了三十出头的曼妙寡妇 其实我是理解江峰的 有时候我走在红性大姨身后 都不禁胆感慨万千 真是要死不活的年轻人 光彩赵人的老年人啊 大姨看到我 回头冲我行为一笑 姗姗出去买菜啊 你妈妈呢 怎么还不来跳舞 我不好意思的羞红了脸 大学生 还是嫩 终究是没有胆量 只是大姨雪白高耸的半球 我 我妈 我妈去给我递开家长回去了 可能 可能晚点去跳舞吧 哦 这样啊 大姨的声音中气十足 又掺杂着些许打音 你弟弟现在身越长越帅气了呢 我紧张得连连点头 是 是 大姨拍了拍我的肩膀 行了 你忙去吧 我去公园健身去了 大家都在那等我呢 摄像头太多 我呀 真累 她转身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都被她的香味包围住了 那是什么味道呢 是一股蔓延在枝粉香中的茉莉花的味道 令人眩晕 我嗓子肿了 荣誉的香气 果然是我无法承受住的 我喝了好多水 又在窗台边站了很久 才把这股味道 从我上额直达鼻腔的位置清除出去 买好菜回到家 继母也回来了 她帮江峰拎着沉重的书包 我连忙把书包接了过来 可洪信大姨那股味道 再次悄无声息的席卷而来 天啊 继母不会是也爱上这款香了吧 没做饭 我马上就要去跳舞了 你弟今天也在家学习 你让我们饿肚子嘛 做了做了 晚上吃热汤面 一会儿就好 继母紧锁的眉头 这才放松开 去把你弟内屋整理一下吧 上大学也不能一周 就回来这么一两天啊 家里乱死了 很多时候 我觉得继母对我太严格了 严格倒让我认为她十分讨厌我 但爸爸说 当年是继母在妈妈生病的时候 伸出援手的 所以我必须孝顺敬喉 这才对得起王母 我敲了敲江峰的房门 她正在摆动手机 一见我进门 她立马红着脸问我 姐 送女人什么礼物能讨她欢心 我找来一张湿纸巾 想把手上沾染的味道蹭掉 你早恋了 没 没摁 姐 别告诉妈 兔 女孩子都喜欢玩偶 水杯这一类的小玩意儿吧 不是女孩子 不是 江峰有些焦躁 不是女孩子是什么 难道是男孩子 她该不会是喜欢男孩子吧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是 女人 我更加迷茫了 女人 江峰垂下头 就是 比我年长一些 我凑到她身边 那 你就送些化妆品吧 我们大学生都开始化妆了 江峰抬起头看着我 依然面露男色 但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这胃怎么还擦不掉了 我自言自语 什么胃 我伸手让江峰纹了纹 她无所谓的耸耸肩膀 哦 这个呀 我女朋友昨天刚买的香水 可能蹭到我书包上了 我整个人瞬间实话 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不会的不会的 一定是巧合 我整理好她的脏衣服 连忙跑出了房间 继母伸出手机 给我看一条小视频 泽泽 你瞅瞅红线这个嘚子样 还学年轻人在背包上挂了玩偶 丢死人了 我的心彻底凉了 这个玩偶 是上周我和弟弟去逛街的时候 他买的 即便我给弟弟找一万个借口 也无法将事实扭曲 江峰恋爱了 并且 她的女朋友是隔壁58岁的红信大姨 红信可真像你亲妈 继母厌恶的翻了的白眼 我一把抓住继母的手腕 妈 江峰早恋了 我想 这个消息 既能挽救弟弟 又能让继母对我刮目相看 把我当作救灵恩人来喜欢吧 可我还没来得及说后半句话 继母却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你第18了 比较早恋 你嫉妒她不说 还来告状 自己连人喜欢 就要拆散别人 我可真瞧不起你 你什么瘾 你跟你亲妈一个德性 当初不是她抢走了你吧 硬是拆散了我们俩 我能这么晚生孩子 我的心凉了半截 垂下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继母还在输出 你也一个德性 见不得我儿子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谈恋爱了 把你嫉妒坏了吧 我委屈的说 我没有 我呸 你一定嫉妒到发疯 你看着吧 我绝对不会让你破坏疯疯的好事的 继母生气的转身走进厨房 吃晚饭的时候 继母笑着把一碗海参粥递到江峰面前 儿子啊 吃点这个布布身子 江峰低着头接过碗 开始喝粥 继母又翻了我一个白眼说 你姐姐一个女孩子 一个月也花不了太多钱 从这个月开始 她生活费降低五百 疯疯 你零花钱妈多给你五百 妈觉得你现在需要钱 江峰高兴的抬起头 一脸欣喜的说 真的吗 太好了 对了 妈 晚上九点 我要去同学家一起探讨课业 我晚点再回来 继母一脸窃喜 你去你去 几点回来都行 她仿佛是在对我炫耀 看到吗 我儿子在我的帮助下 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但是她完全没料到 每天九点 是洪杏大姨跳舞回家的时间 我十分纠结 我和江峰平时关系还不错 即便继母针对我 但我也不应该看着自己弟弟跳火坑 所以我还是打算跟洪杏大姨聊聊 晚上 继母跳舞回来后 一脸怒意 死洪杏 真能出风头 这一晚上 老陈头一眼都不看我 眼珠子就在她身上打转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江峰 她气得浑身颤抖 然后站起身 跺着脚出了门 我走了 她怒吼了一声 继母去笑了 瞧瞧我儿子 雄鹰一般的男人 几分钟后 我打开朋友圈 发现洪杏大姨发了一条新动态 照片中 她今天穿的一身行头 凌乱不堪地堆在床尾 一直满是皱纹的脚 仿佛十分用力 一般地踩在衣服上 配纹 小猎豹的速度真快 下面还有其他大爷大妈点评 美女在家看动物世界呢 我的大美人啊 一个人在家孤独步 今天这身衣服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些内容看得我呲牙咧嘴 我小心翼翼地问继母 妈 红杏大姨新发的朋友圈你没看 她瓜子皮磕了一地 翻了翻手机 什么朋友圈 没有啊 你管这些呢 把地扫了 我要去做个面膜 睡个美容觉了 明天还要去跟红杏抢 她未说完的话 卡在喉咙口 抢什么 抢成大爷 你们三个的事 在小区早就不是秘密了 只有我那个长期出差的爸爸 还蒙在鼓里 不知道被她知道了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躺在沙发上刷手机 刷到后半夜 江峰凌乱不堪地回来了 她见到我 吓了一跳 你怎么还没睡 我上下打量着她 睡不着 她头发乱糟糟的 一扭一扭地黏在一起 看起来没少出汗 我起身故意从她身边经过 这就去睡 那浓郁的味道 再次冲进我的鼻腔 直大上额 弥漫在我整个鼻腔 口腔 胸腔 盆腔 这种淡汁粉香 和茉莉花香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实在是令人作呕 第二天 我给大姨发了消息 想找她聊聊 大姨在家里热情地招待了我 刚进门 我就被她家里浮夸的陈舍震惊住了 四处沙漫和香薰 每个角落的灯 都是不同颜色的 大姨看到我震惊的表情 似乎是十分受用 坐吧 姗姗 你妈让你来的 我一致 如果承认的话 可能还真会吓唬住她 于是我点了点头 让你来跟我借哪套衣服啊 她看中了哪套 大姨说着 开始去衣柜里翻找 衣柜门一拉开 我仿佛看到了一道道彩虹 你妈妈以为自己插在衣服上了 呵 她真天真 大姨 不是 妈不是让我来拿衣服的 哦 大姨停下手中的活 回头好奇地看着我 那她让你来干什么 我单刀直入 来聊聊江峰的事 大姨的脸色惨白 她她知道了 我醋了醋眉 大姨并马看出来了 所以她不知道 只是你发现了而已 她慢慢地贴着我坐了下来 暖暖的 感觉十分不适 珊珊 你可别犯傻 跟她站在一头 她怂恶般地对我说 我弟才十八 那又怎么了 这案没有界限 我感到一阵恶心 大姨 她还没上大学呢 你换个人不行吗 大姨并没有着急接我的话 你干嘛替你亲母办事 当年可是她气死了你亲妈 我脑子嗡的一声 不可置信地看向横姓大姨 她仿佛早就料到 我会有这种反应了 胸有成竹地继续对我说 你爸当年可是为了你亲妈的家产 自愿娶你亲妈的 你亲妈生病的时候 要不是你继母跳出来 大的肚子气她 她死不了的 我浑身冰冷 一下子站了起来 大姨拉住我的手 扯着我坐了回去 你还以为她是好人吗 帮她出头 我告诉你 傻孩子 你家住的房子 以及租给我的这套 都是你亲妈留给你的 那女人仗了你不知道遗嘱的存在 不知道占了你多少便宜呢 泪水瞬间充盈了我的眼眶 妈妈如果知道这些年 我一直都以为继母是好人 该多痛心 我真想站起来抽自己两个嘴巴 大姨一定看出来了我的心思 她拍着我的手说 你回去找找一主 财产就都是你的了 我抽回手 看向大姨 阿姨 为什么你要跟自己闺蜜作对 大姨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金丝楼连衣裙上的褶皱 因为江峰说 以后会跟我结婚 她肯定不会同意 等她没钱了 我看她拿什么不同意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 她却笑得更得意了 有几个女人能有我这么有魅力 你寄母相中的陈老头 还不是整天围着我转 我没再说什么 起身准备离开 大姨在我身后嘱咐 记住了 咱俩是一头的 你妈妈当时病危 是在你爸的威胁下立的遗嘱 据说是有猫腻的 你可小心点 红信大姨不是个好人 我心知肚明 但我真正的仇人是继母 是她害死了我的妈妈 头痛欲裂 可我清楚地知道 我要找机会把遗嘱找出来 红信大姨说 遗嘱中有猫腻 所以她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但是她为了自己的私欲 肯把这些事情吐露给我 也真是不不朋友死活 江峰这件事 我暂时打算守口如瓶 到家正好赶上晚饭 继母笑着端出来很多奇怪的菜品 一盆牡蛎 一盘韭菜炒羊宝 一盘香辣牛鞭 我看着眼前的菜品 再看看得意洋洋的继母 不知道她到底在美什么 她敲了敲旁边的碗 这是你的 你弟弟现在吃的东西 不适合你了 你孩子 清淡点好 我静静地坐下 看着江峰风犬残云地 吃着这些壮阳食物 想吐 巨大沉重的秘密 在脑海中翻滚 这些食物的味道 混合着红杏大衣的香水味 让我直接呕了出来 我在卫生间 连胆汁都给吐了出来 真没服气 好不容易进 弟弟光熬着一碗牛鞭汤面条 还没口服吃 静母懒得照顾我 把面条拿走 自己都吃光了 江峰吃得满脸通红 她兴奋地跟静母说 晚上我去那个同学家一起学习 回来的晚 静母念路窃喜 什么同学 是女朋友吧 跟妈还不好意思上了 弟弟不停地扯开领口 想让冷风灌进去 静母拍了拍她的手背 去吧去吧 别耽误学习就行 我实在是理解不了静母的想法 为什么放着学习那么好的江峰 不好好教育 一定要支持她谈恋爱 只是为了气我 可这些猜测 还是太肤浅了 晚上静母出去跳舞后 我开始在家里大肆地翻找 当我找到那份遗嘱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 遗嘱里面写着 我所有遗产 将留给江顺诚第一个结婚的孩子 莫款是妈妈 当时妈妈重病 爸爸一定是用治病威胁她 写下这种模棱两可的遗嘱的 如果江峰先结婚了 那么妈妈一切的遗产 将与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难怪宁可放弃儿子的学业 竟我也要让江峰谈恋爱 还有四年 江峰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了 只要保证我四年内不结婚 那么一切都将成为她的 她一定是想让江峰先有的孩子 这样 婚姻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忽然想到上个月 我带前男友回家 一个星期后 前男友就找理由跟我分手了 这件事 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于是我给她打个电话 她仿佛十分抗拒 你有事吗 你说实话 当时为什么跟我分手 江珊珊 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还帮你保守秘密 维护你的颜面 你说什么 你继母跟我说 你娘她里带出来艾滋病的事了 我跟谁都能说 什么 艾滋病 是啊 你亲妈不就是因为这病死的吗 我浑身颤抖 双手冰凉 这么多年了 原来我都在继母的算计当中 如果不是因为遗嘱 恐怕她早就将我赶出家门了吧 我没跟前男友都说什么 我怕她跟继母私下里还有来往 那天她走后 继母跟我说过 这男孩子不行 一看就朝三暮四 她肯定外面还有别人 当时我真是天真啊 我谢了她的鬼话 后来前男友跟我分手 我还惊叹继母料事如神 我趴在她怀里痛哭流涕 要单身一辈子 孝敬她到死 我呸 这个毒妇 我把遗嘱偷走了 其实也算不上偷 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在脑海中默默地盘算着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简单 我只要找人假结婚 就可以快速地将遗产都拿到手 但就这样 也太便宜寄母了 她害死我母亲的事 不能这么轻饶了她 江峰呢 要不要拉她下水 我有点于心不忍 那天晚上她回来之后 我叫住了她 你女朋友到底是谁啊 她的兴奋戒还没下去 啊 哦 她呀 是个特别迷人的女性 你想过你们的未来吗 江峰忽然眼神闪躲 啊 姐 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外婆有 有给我留遗产 只要我结婚 就能拿到手 一天前就死了 边瞎话你都不想多费心思 原来你都知道 你从头到尾就知道 你妈妈要把属于我的东西都拿走 你们这群畜生 我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宿 想妈妈 想她身上若有若无的味道 我抽气着 给关系最好的师兄发一条消息 师兄 娶我 哈 假结婚了 等我明天给你具体解释一下 哈 第二天 师兄听了我的话 气得把自己的头发抓成了鸡窝 啊 臭女人 这个臭女人 既然这样欺负你 师兄早就出柜了 我先找个律师 做婚前财产鉴定 几天下来 我妈妈的遗产被悉数调查清楚 一家对外贸易公司 现在由爸爸经营着 四套本地房产 一套我们住着 三套出租 房租我一分没见过 几套名贵的珠宝首饰 现在在银行保险柜中锁着 这些事情办理起来非常顺利 遗产很快就公正到我名下 没有任何人通知继母 但终究是绕不过爸爸这关 他疯了一般的给我打来电话 反了你了 不经过我同意就敢结婚 我哭着开始演戏 爸爸 我也不想 我想单身一辈子 照顾你和继母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继母不要你了 我怕他把钱全部卷走 你老无所一啊 你说什么 我把继母和老成头的事 天忧加醋地讲给了爸爸听 爸爸气得叮叮光光地 在电话另一头砸东西 他是真爱继母 你眼人都看得出来 爸爸 你要是跟他离婚 还要分一半财产给他吧 那样他就更不需要你了 哼 不如我们及时止损 钱在我手里 他还能有所收敛 拜赏 爸爸都没说什么 现在他说什么都晚了 改变不了的事实 真把我惹急了 很有可能我会让他老无所一 他应当怕我的 我要让所有人一起来见证 这群恶人的闹剧 我约了爸爸周五晚上回家详谈 他同意了 他不得不同意 周五晚上是弟弟每周在家自习的日子 也是继母在视频账号直播的日子 他为了跟红信阿姨抢老成头 也学着人家拍视频 发账号 那和红信阿姨更妖娆 粉丝那是逐日暴涨 继母极度的面目全非 整天拿着手机在家里跟我撒气 他算个什么东西 老不正经 大家都瞎了眼了 去关注他 我给自己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还冲他露出笑脸 妈这一声妈也是 喊得我心如刀绞 红信大姨不过就是为了勾引男人 你说什么 他瞧瞧没看向我 我总看到他往家里带男人 一到晚上九十点钟 他就开始在家里鬼哭老好 继母来了兴致 哎呦 怎么个鬼哭老好法 就是就是我垂下头 装出害羞的模样 该不会是老陈头吧 没见过陈大爷过去 看背影 那些男人可比红信大姨 年轻好几岁 什么 年轻好多岁 继母攥紧我的手腕 吃了唐僧肉一般兴奋 听说陈大爷喜欢他呀 这要是被陈大爷知道了 继母在我的暗示下 轻轻地松开了我的手腕 他站在原地 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妈 周五晚上 你是不是还要直播 仿佛一盏灯照亮了他 他脸上展露出笑意 是啊 周五晚上我直播 这回 我可要播点不一样的了 周五晚上 继母又做了一桌子壮阳食物 他嘱咐弟弟多吃点 晚上可以去同学家晚自习 弟弟洗上眉梢 一顿狂炫牛鞭汤 我带着陈大爷进了家门 继母一见陈大爷 更加兴奋了 哎呦 老陈 你怎么来了 陈大爷挥了挥手 哦 晚上没吃饭 你家闺女说 你整天在家做好吃了 叫我上来跟着吃点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 快快快 进来吃饭 继母高兴地把陈大爷挽进门 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我冷笑着看着他们 吃完就赶紧走吧 都几点了 我捅了捅江峰 他抬头看了一眼时钟 哎呀 八点五时了 江峰每周五晚上八点才到家 继母就活生生地等到八点多才开饭 为了儿子让我挨饿 早几年我竟然还认为这是他的母爱 我真蠢 江峰火急火燎地抓起书包就跑了 吃到九点十五 陈大爷一脸潮红 继母笑着掏出手机 哎呦 你说巧不巧 今天我直播 哎哎 陈大爷一把把擦着额头的汗 老陈 你不知道吧 红杏住我隔壁 咱们去找他啊 陈大爷眼珠子一亮 好啊 继母举起自拍杆 对着镜头扭扭捏捏 家人们晚上好 又到了直播的日子了 今天 我和我的好朋友老陈 要去找我的好闺蜜红杏 耶 老陈 比个心 我们三个人一前一后的出了门 然后左拐 陈大爷帮帮砸门 红杏啊 开门 我来看你了 继母调皮得很 还用手堵住了猫眼 小声说 不让他知道我也来了 逗逗他 他又回过头来 冲我挑了挑眉 半晌 红杏大爷踩了一门 他把门开了个缝 哎哟 老陈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你怎么这么晚 继母一把拉开大门 红杏 我们来看你了 门内 红杏大爷面露惊恐 一身不可描述的内衣 在红色金丝绒长款浴袍中 若隐若现 那身不可描述内衣 是前几天继母买的 他亲手递到江峰手中 儿子 年轻人就要丰富多彩鞋 而此刻这身内衣 穿在红杏大爷身上 继母的面色逐渐难看 他不可置信地冲进了门 你 你家里有人啊 红杏大爷还没反应过来 我们就都走了进来 卧室门口放着江峰的书包 继母把自拍杆塞到我手里 痛苦地哀好了一声 然后闯进了没关门的卧室 红杏大爷跟在他身后 也跟着哀好 我举着自拍杆小碎不上前跟拍 卧室中 继母疯了一般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儿啊 怎么会是我的儿 老婊子 你这个老婊子 江峰火急火燎地给自己穿裤子 可可爱爱的内裤上是满硬皮卡丘 还在释放着闪电 陈大爷也急得直跺脚 怕指着红杏大爷胡言乱语 嗨 哎呦 你有人了 你有人了你还勾引我干什么 继母像头猛兽一般地冲了上去 老婊子 也毁了我儿子 毁了我儿子 他疯狂地抓住红杏大爷的头发来回摇摆 红杏大爷身的娇弱 根本禁不住他撕扯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他哭嚎着 冲江峰伸出一只手 江峰一把将自己亲妈推刷李弟 妈 别这样 我是真的爱猩猩 你他妈的瞎了眼吧 继母在地上一个金斗翻了起来 他老的都能给你当奶奶了 妈 你别伤害猩猩 爱情不分国界 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你放屁 你被他害了 你被他毁了 今天我就要打死他 说着 继母又冲了上去 我这样来来回回的晃动视频 直播间很多人发出了报名声 摄影师站远点不就行了吗 就是 慌的人眼认 摄影师到底会不会啊 我都要吐了 我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定睛一看 直播间人数飙升到好几万了 但此刻 他们几个人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 陈大爷和江峰两个人 也拉扯不开继母 他像哥斯拉一样 对红杏大姨发出猛烈的攻击 这时 爸爸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 你们这是在闹什么 所有人安静下来 继母哭着扑向爸爸 老江啊 你可回来了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爸爸看了看满脸通红的老陈头 你是谁 爸 这是陈大爷 刚在咱家吃喝过牛鞭汤 爸爸满脸怒意 继母还在哀嚎 红杏把你儿子毁了 把江峰毁了 他又看向江峰杏大姨 护在身后的江峰 两万人衣衫不整 爸爸抡起拳头冲过去 老陈头急得直跺脚 哎哟哎哟 不得了咯 杀人咯 这怎么行 再把红杏打坏了 明天谁跟我跳舞啊 于是 老陈头拨打了报警电话 直到警察进门 我才被迫中断直播 将手机还给继母 继母这才反应过来 多多直播出去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对啊 你没跟我说停 我一分钟不敢懈怠 他气得字牙咧嘴 刚想上来揍我 却被几个警察拦住了 小贱人 你故意的 看我不打死你 你故意的 我们一群人因为打架斗殴 被带回了警察局 我和老陈头属于证人 并未参与 有直播回放为证 爸爸和继母打人属实 红杏大一不同意资料 也根本不同意和解 他就要把爸爸和继母 关进去15天 继母把毕生所学 都化作国粹骂了出来 红杏大一整理的下一衫 摇着头对他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整天想跟我抢老陈头 我的魅力 也是你敢企及的 老陈头我给你了 你看他要你吗 爸爸一听这话 气得头顶片绿地直窗户 继母还没看出来苗头 继续输出 见货 老陈头今天在我家喝了牛鞭汤 你说他要干什么 爸爸一把就将水杯砸了出去 被耍淋身水的继母 这才清醒过来 老老江 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爸爸和继母因为打人 被拘留了15天 放出来第一天 爸爸就闹着要跟继母离婚 继母哭着说 自己是鬼迷心翘了 压根没跟老陈头发生什么 他找来老陈头作证 老陈头倒是直白 媳妇 八光了摆在我面前 我都不想多看一眼 爸爸拳头举得高高的 吓得老陈头落荒而逃 继母扑通就跪倒在地 老江啊 你可别不要我 我就是跳个舞 以后我保证 我都不跳了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翘 我压根不喜欢老陈头啊 我就是想跟红信 比拼一下魅力把了 你忘了吗 咱俩可是青梅竹马呀 爸爸心软了 他放下拳头 冷了脸对继母说 以后你都给我老老实实的 继母连连点头 走 先回家处理儿子的事 继母一路都对我怒目而逝 这15天 红信大姨和我们家全出名了 全网都在讨论 这段惊天第七鬼神的忘年恋 18岁小伙爱上58岁妖娥大姨 58岁大姨在爱的滋养下 变身30岁美少妇 我好像看到了香港八卦报纸 最让我震惊的一条是这样的 18岁小伙和58岁大姨上演罗密欧朱丽叶 二人为爱连夜私奔 我开始以为是网友都转 但回家的那一刻才发现 江峰真的和红信大姨私奔了 继母疯了 她指着我破口大骂 都怪你 扫把星 你这个汉人精 跟你那个死鬼妈一个德行 一个压不得好死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 冷冷地走向她 爸爸伸出一只手阻拦我 我一把就甩开了她 我靠近继母 只不过是你自己要开的 陈大爷是你整天追着不放的 我跟你说江峰谈恋爱了 你说我嫉妒她 天要支持她谈恋爱 就连红信大姨家 都是你自己要闯去的 你 反了你了 反正跟我说话 她想推开我 我死死地抓住她的手腕 反了我了 我从口袋里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结婚证 打开给她看 看明白了吗 我结婚了 继母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我歪了歪头 似笑非笑地对她说 我什么意思 哎 爸爸垂打着大腿 腿坐到沙发上 她知道了 她都知道了 继母正脱开我的手 跑去跪在爸爸面前 你说什么 她知道了 爸爸无奈地点了点头 遗产已经都公正到姗姗明下了 你就别做了 红姓大姨跟我说的 她让我回家好好翻翻遗嘱 有大惊喜 继母仰天长笑 啊 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她 经过几天调查 爸爸和继母终于找到了 江峰和红姓大姨的藏身处 两个人就躲在城郊的一个小平房中 隔壁邻居都说 里面住着一对新搬来的母子 母子二人非常亲密 看起来感情好得很 继母气得面色扭曲 带着我们就往那个小房子走 天色暗沉 傍晚的余晖逐渐落幕 家家烟火生平 其乐融融地围在一起吃晚餐 我们站在小房子门口 还没进去 就已经听见了 红姓大姨的娇春声 这声音像喜鹊 刚开始小声嘟囊 随后大声嘶吼 在一阵食物的抢罗塞后 伴随着一声长鸣 然后夹然而止 继母也跟着一声长鸣 见人 两个人的声音融合到了一起 这就是他们闺蜜之间 友情的见证 然后传来了江峰的嘶吼 星星 我们三个冲了进去 发现江峰满脸惊恐 眼泪刷刷地流 没眼看 我真的没眼看 他鸡里咕噜地爬下床 一下子跪倒在我们面前 星星星星 好像好像死了 我们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 后来 警察将这期死亡时间 定性为防势猝死 双方均为自愿行为 江峰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但不知道为什么 消息泄露出去了 有人头头是道地 将红姓大姨的死因 分析了得清清楚楚 我在出租给红姓大姨的房子中 找到了他留给继母的一封信 上面只有寥寥几字 朱采华 我一辈子都比你有魅力 赵红姓 我把信交给继母 他们一家三口 已经被我撵出去了 无须多言 继母有一天跪在我门口 不停地磕头 筛衫啊 妈错了 妈给你下跪 妈给你磕头 求求你了 把你弟弟送出国吧 师兄是学法的 我们领了离婚证后 作为感谢 我把他安排进了公司 他倒是聪明 进去第一件事 就是找茶把我爸爸给踢了出来 爸爸失业后 找了另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江峰高考失利 又被诗人嘲讽 继母这才来求我 想要我出钱把他送出国 我打开门 垂眼看着他 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要答应我两件事 我都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磕头声险些盖住了他求疗的声音 第一 去我妈妈坟前磕头谢罪 跪一天一夜 他做到了 整个人被折磨得疲惫不堪 第二 让我和江峰谈谈 江峰苍老了许多 年纪轻轻 看起来一把年纪 他看到我 眼神怨对 姐 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妈 然后就我一把 我笑了 他和静母一模一样 凡事都喜欢怪到别人头上 还没等他拖鞋禁门 我伸手拦住了他 你走吧 他一正 为什么 你知道我妈留下了遗嘱 为什么不告诉我 然后就我一把 没钱的都不过有钱的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 他没敢多看我一眼 绑好鞋带就走了 事到如今 还想让我帮你们 门都没有 最后的机会都没抓住 别说血缘关系了 你就是拿刀架 在我脖子上 我也不会掏一分钱 大学毕业后 我就走了 走得远远的 让他们永远找不到我 可是我并没有忘记 继母从小到大的恩情 所以每当逢年过节 我都会给他记一张贺卡 上面印着红杏大姨的那句亲笔 我一辈子都比你有魅力